是巨资买了一个商店最贵的洞洞乐 花达浪哥600大洋 据说能抽出布鲁克隐藏款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自己开拆 你们说大奖汇在哪里呢 我们先看中间的 来 一个金属徽章 接得奥特曼 还是55周年的 非常沉 继续 哇是一张卡片 欧布奥特曼 这张也非常的稀有啊 再拆这两个 哇也是卡片 荣耀ES版 拆开 AX卡 油腻机 一张黄金的油耳卡 特地加奥特曼 复合型 再拆这个 一个原型卡 特地加奥特曼 强力型 中间没有拆出大奖啊 据说四个角 抽出大奖的几率也很高啊 前来第一个 一个奥特曼玩偶 别看小 但是挺精致的 第二个 又一个原型卡 猎手骑士 继续看这里 没有 不会吧 哇真的抽出大奖了 老板真的没骗我 真的有大奖 布鲁克闪耀版 第五弹的大隐藏 胸前的灯还是亮的 感觉浪哥要赚了 这个你们猜猜现在值多少钱 继续 没想到大奖真的在脚上 又一个 德凯奥特曼 群星版第七弹的封面款 没想到四个角抽出两个 布鲁克积木人 真的太超值了吧 我们继续看 还有没有大奖 一个萝卜刀 连拆三个 一个可爱的低加奥特曼 还是会跑的低加奥特曼 这也太可爱了 剩下两个都是原型卡 太加奥特曼 继续拆左边这些 一个透明的赛罗奥特曼 头上是黄金S 还有一个透明的地坛 赛罗奥特曼 还是最后四个 一张SA插卡 赛罗奥特曼 月神奇迹型 也算是提优卡了 又一个勋章 特里加奥特曼 东东乐我们拆完了 抽出两个布鲁克积木人 花了600块钱 抽到这么多 你们觉得值不值呢 我会认为